我以為你要錄考試歌 傻瓜啦 不是不是不是 我應該下次說是錄音 你那個做得不錯 我聽Focus在A那裏 B那裏我交給你自己練的 因為我相信你練琴的時候應該是有練的 我相信 所以我就主力去聽A A 第一版應該沒問題 我們先聽整版A 非常之不熟 不要緊 試一下 好緊張 加姐 我知道你很緊張 你那個電話好像收得不太好 你有沒有扎著東西 沒有啊 我戴耳機 是啊 沒錯 你覺得OK就可以了 你聽我的聲音可以嗎 好清晰 那就可以了 因為我聽你 我就聽到煞煞聲 那我相信錄音都應該會煞煞聲 不過不要緊 對 只要你舒服就可以了 但我們出來的影片 可能就聲音 你自己要知道 你沒有剛才弟弟的聲音那麼漂亮 我不知道 可能它是電話收音 所以很清楚 對 不過 可能你的頭髮也會煞煞 我不知道 我就是傻傻 你可以下次自己聽一個影片 你可以分析一下 究竟有什麼問題 你戴耳機沒問題 不用騷擾到其他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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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DC scroll 它的耳機收音 可能我剛才的頭髮也有在耳邊弄過 噢 但是如果收音 噢 你的意思是說它的頭髮 可以弄到你說話的那個 麥克風 不是 我是這個藍牙耳機 噢 那你在哪裡收音 到底是哪裏 說話的 糟了 這些很差的 嗯 我不知道 OK 對,這個 這個 那是不是那個位置會 非常之 但你聽到我沒有聲音 沒有 琴聲呢 非常清晰 那你照用吧,我無所謂 好 先按出來 我想問上次我們挑戰了拍自己沒有? 沒有 挑不挑戰? 可以 可以 我們不需要去到72 因為它豁著了,我們可以自己選 你選一個Andante那裡最慢的 不會 Andante最慢的是多少? 是64 最慢 但是 還是72 最慢的 是69 對,是6字頭 69 或者65 我們無所謂 慢一點 但是你要自己 預計它的And 和 你預計不到 你就把它乘2 這樣就可以了 你要自己預計第一拍 對 對,沒錯 可以 繼續 好 做得 好 好像有點快 那你可以 你剛才是120 是不是 我剛剛是126 不是,128 那你選120 做得 你 一 你 是 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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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會 你應該是B41234那個 你是不是彈平均的? 是啊 嗯 可以 還是我剛剛沒有彈? 我覺得好像沒有 我覺得你全部都變了 大部分都是長短 你再試一次 那個拍子機不錯 停一停 你記不記得我第一個 Incomplete bar那個是 什麼? 是and 所以你應該是等它打完 打完之後你要入 啊不對啊 你這個是百分音符 Sorry 對了 你對了 我忘記了你弄了百分音符 可以繼續 我經常都忘記了 不錯不錯 好 不錯不錯 很適合 1 1 4 3 3 4 3 4 对,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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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只不过练琴 因为你没有练琴 对,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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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交给你自己练 如果你真的练不到 那我们星期四就是练琴 OK 好,接着去第二版 我们看看这版我们可以一起练习 我们可以一起练习 我们可以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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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左手 对,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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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需不需要练习 多次左手 左手不太熟 那个模式 对,没错 对,没错 对,如果有信心 可以我们一起练习 i can see if you can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我們先練習這一段,然後再進去 我會怎樣記這四個小節呢? 我會用相同的手指 1,2,4 4,3,2,3,2 然後我會移一下位置 頭四個小節我會這樣記 你呢? 對,你也是用這個手指 右手就很容易記 然後移位置 移過去 移過去A 對 這個很容易記 我會用1,2,3 你用1,2,3? 也可以 但我用4就會比較舒服 你用3可以的 但你需要多一點伸展 對 隨你無所謂 但這兩套手指我們就是 可以照樣轉換 然後 然後 其實這裡我也是 我也是用1,2,4 然後我就要記 其實我不用動了 那隻手 是最後三個 就要自己記 對 還有 最終的2,4 一定要用2,4 因為我們用2,4才可以做到 對 對 其他手指你喜歡用3,4 沒什麼所謂 但這裡我就有一點特別的要求 對 這樣 對 沒錯 對 讓我看看 OK 好 然後 左手看看有沒有方法記 先 只可以是記 我是跟右手的節奏來分 然後我就是記 記 第二塊 第二拍的位置 變了 然後就是第二句 第二塊 又是翻 好 接著第三句 第三句 沒有 第三句 一、兩、三、三 第三句 要死記 第一、二、四、四 第二拍 是 有少少特別 你試一試 對 沒錯 我這次沒有 對 你用這個方法去記 可以嗎 然後 手握一起 當然 有少少不同 因為我們記的方法是憑感覺 不像剛才的邏輯 不像剛才的邏輯 但是 你需要自己 例如我用第一句 做例子 給你一點時間 練 然後 我會記 左手的手指尾過去 我會這樣去記 我只會動 左手的手指尾 右手是沒有動 你試試練 多練兩次 我們再錄下的那段 對 沒錯 沒有問題 我們再錄下 嗯 好 跟著那個一樣 手指應該是一樣 我全部都是用三四 開頭 對 對 是 對 對 就是這樣 對 這個也有手可以 你把它記住了 接著左手是 第一和第二小節是正在下跌 它的音量不是半度一度的特定 但它的音量是正在下跌 你可以自己有空按一下歌 你就知道它正在下跌 接着的音量也是 接着的音量好像有点特别 它是上完再下跌 它就好像有点特别 上 上去 接着 它就有点滴 它是下跌 對,沒錯 哇! 對,可以嗎? 最後很好聽 你說曲號 對,如果你對音樂的曲號是好 其實你就會找到好聽的地方 你不是單調,像小朋友那樣練完音就算 你嘗試欣賞別人寫的曲號 你會更明白之後的古典音樂的結構 是好事 你懂得欣賞我就很欣賞 真的好像Zee 對,沒錯 我很喜歡這些,我也喜歡 我不喜歡太古舊的church music 但是它一直發展之後 有一段音樂 因為剛才你聽到 其實是舊的古建琴發出來的聲音 你記不記得跟你說那個古建琴 它的結構是plug的 現在我們是徐仔打現線 它是勾的 它做不到很連音的效果 就做了這個效果出來 它只能有些range的音 它才能彈到這些音 你叫它 它 它是彈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你就會明白到 風格是怎樣 你表演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扮演的 但是你扮演得不像的話 就很難 所以我們暫時就不要說這些高深的事情 暫時不用 我們照書上叫你彈的連音 你就彈連音 斷音就彈斷音 你現在25至32度彈一次給我聽 是合手的 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彈分手 什麼事情 就能記住 想起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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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